好 那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終於到了今天最後一場了 大家辛苦了 那我今天帶來的就是Fight with Metaspace OOM OK 那基本上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叫我是利亞 那現在在文業科技擔任那個Architected Department Manager OK那大概已經寫了二十幾年的Java經驗 在幾個外商還有人壽公司待過 那現在在文業 那翻譯過幾本書講過幾場Java Conference OK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 為什麼要Fight with Metaspace OOM OK那是因為我們公司常常發生說 我們deploy一些Web Application deploy了很多次然後他就會突然metaspace OOM 我就要restart這個Time-K 那我現在然後我就想要講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然可能現在Dark這麼紅 K-Bias這麼紅 有人會說沒有啊反正我們每次重啟 re-deploy我就重啟JVM不會有這個問題 OK那我相信等一下帶給各位一些這些troubleshooting的經驗 可以不只讓你們解決metaspace OOM 也可以讓你們解決一些在prodash做troubleshooting的一些方法 你們或許可以試著用用看 OK所以今天講的主題雖然 繞繞在metaspace OOM 但是這個Mestology這個方法 我相信可以應用在其他的地方 那很快的跟各位講一下 什麼是metaspace 它的前世 就是在java8裡面它叫prodget OKprodget它基本上是放在hip裡面 OK裡面放的是這些東西 那這些可以等一下可以去參考 但是基本上我不太care 那到了java8之後 他們已經從prodget裡面移走了 它放到哪裡 它放到native memory OK 而且預設 預設沒有上限 那沒有上限很好啊 用到滿對不對 但是當你用到滿 然後你又有ON 又有metaspace的memory 它就會拷垮你整個VM OK所以這樣太危險了 那所以在我們這邊的practice 我們預設都會把它設上1G的maxmetaspace 但是這樣子就一定 可是你的程式如果metaspace的leak沒有解決 那就剛才提到了 你多次你的web application之後 它就會crash 那我們要稍微知道一下metaspace 它是怎麼來的 它放在哪裡 它跟什麼有關係 基本上這張圖可以跟各位講 它在LD代表是class loader 當你的程式load到記憶體在執行的時候 會用到某些class 這些class的一些metadata的finition 就剛才提到了 那些跟class相關information 它會另外放在metaspace裡面 所以classA的metaspace放在裡面 然後當你漏到classY的時候 它會把它metadata也放在這個metaspace 所以這一塊就是metaspace 放在native memory裡面的東西 那它什麼時候會消失呢 就是當你的這個程式不用到這個class的時候 它基本上會消失 但是並不是一個不用它就會消失一個 比如說我們今天假想它就是一個web application OK 做一個web application 它可能某一個class沒有在用了 這個class所有instance都被拿掉了 它會馬加法的GC會不會把它 我從memory裡面已經沒有這個class的instance 它會馬上移除掉metadata 不會 它一定會等到這個classloader 全部移除之後 再來才把這個metaspace清掉 OK 這是一個大方向 大概這個metaspace會在G裡面的位置 還有它的用途 好 那我們下來就要講 怎麼樣去解決這些問題 那解決問題的方法基本上還是不出這個巡迴 首先你必須要想辦法monitor 你就要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再來下一步做分析 做完分析 決定你的戰略 決定你要怎麼解決方式 去做修改 修改完之後再來monitor 為什麼我要強調這一點 因為很多人要解決問題的時候 他不管這一點 他就靠直覺 問題可能是這個就改他 upwork重啟再來再改他 再改另外一個地方 如果你沒有去個monitor的方法 你完全不曉得你的問題的癥結點 所以monitor 我always認為是我在做troubleshooting的時候 一個最第一個我想要解決的問題 我要現在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才能想辦法去解決它 所以我們要monitor這個metaspaceom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首先第一個因為我們這邊用的是tomkey 那不管你們用哪個application server 應該會有類似的功能 在你的那個tomkey redeploy的時候 或者說你這個應該說你這個web application shut down的時候 他事實上他會幫你做一些偵測 在不管萬計是java6還是java7以後 他會幫你偵測 他發現到你有一些thread沒有關的時候 他會給你warning 這個很重要 因為剛才提到的 你的web application已經被re deploy了 為什麼他還他有東西留在記憶裡面 八成都是你的thread沒有關 可能不可能不是你寫的 可是可能是你用到的 thirdparty library寫的 用的 OK 那我們要怎麼觀察呢 給各位稍微看一下這個錄製的頭影片 錄製的影片 那這邊就啟動了一個tomkey OK 那再來我這邊下個指令 touch一個web application的web SNL 那這樣子application server通常就會偵測 你的web SNL的時間有變動 他就會幫你做le deploy 那這只是模擬一個le deploy的動作 好做完旅 那所以現在再過來 tomkey會偵測到你在做le deploy 你的web application有變動 他要去做le deploy 然後就吐一堆log 很多人就log吐一堆不管嘛 OK就讓他跑完 但是你們必須要特別注意 要解決oom的話 這邊有一段 他會偵測你的這個log 這個thread沒有關 而且把你的thread stack trace把他印出來 那他太早結束沒關係 我們直接看下一頁 你會看到的就類似這段information OK 他會跟你講你的這個background thread的這個process 他偵測到一個thread沒有關 然後他有可能create memory leak 然後他要把stread trace印出來 這是第一個你要觀察的地方 好 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工具visual VM OK 那有人可能現在會習慣用加發密訊 control也OK 類似的功能 那他可以讓我們觀測metaspace的使用狀況 那我們一樣 一個簡單的影片給各位看怎麼使用 好 一樣我起一個thread 然後 在你local local起的你local的visual VM 事實上就可以 在啟動的時候在一個偵測你local有哪些VM 就可以連過去做monitor 那遠端有遠端的連結方法 OK 你只要在這邊remote多加一些設定就可以連過去 那這個網路上面你早都有 那我們下去直接下去看 連過去之後我看這monitor 他有個專門的 除了heap之外旁邊就是metaspace 這邊就可以看到metaspace的使用狀況 他用了多少size用了多少 這個max 不準 OK等下跟人家為什麼 OK 其實我這一台這個demo 我的metaspace 只設定64M 但是他顯示的是1G 原因為什麼等下跟各位講 好 所以我們很快的做個demo 我們我背後 準備一個script 他就大概每5秒鐘 去touch一下那個webXNL 去一個他做 reloading re deploy 那 隨著每次re deploy 這邊的metaspace 你可以看到他就會跟著成長 OK 那 那這個也是各位在你們的開發環境 可以去做的模擬 那現在我也要求我們的application 每次上線之前都要做這個測試 因為不曉得你用哪些library 或是有些什麼 互相影響 導致 整個這個class 那個metaspace還是有leak 那 隨著deploy多次之後 各位看到 如果你超過上線 我剛才說過 我設定為64M 那 他就會出現automemory error OK 那這邊就會顯示 automemory metaspace 這是一個你們可以觀察metaspace 即時觀察metaspace使用狀況的一個 小工具 再來 好啊 我知道我的程式 有metaspace leak so what 下一步要怎麼做 那下一步我們就要找原因嘛 怎麼找 這邊先跟各位講 這是剛才提到的 那個講太快 所以metaspace這邊看到這個max有1G 跟我們剛才設定64Mbps不一樣 是因為 他還多了一個叫做 compress class space size default1G 這兩個相加起來才是這個數字 OK 但是你的maxmetaspace 還是根據你的設定 是一樣 不會因為說我這邊1G 事實上我有一G 沒有 你只有64Mbps 好不好 除非你有特別設定 OK 所以這邊跟各位講 你真的使用架起 加起來就是你的 最大上限就是metaspace size 好 再來下一個 碰到問題了 知道有auto 知道metaspace有leak了 我下一步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這邊 我們過去的經驗就是使用 NAT Memory Analyze Tool 好 那這時候就會有點奇怪啦 我剛才講過 metaspace放在哪裡 native memory native memory 不是physical 應該說是native memory 那heap 那heap 那那個 jvm 這個memory analyze tool 它是分析什麼 heap heap 我抓heap的東西 我看得到 看得到看不到 jvm的 那個 native memory的東西 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那我用NAT能做什麼事情 我用NAT能做什麼事情 所以再給各位看 剛才這個to 這個圖 我們可以看到 當你的 當你的這個heap 的這個class loading 咬的class沒有放的時候 你的metaspace也不會放 所以我今天雖然我沒辦法看到metaspace有什麼東西 我只要care什麼東西 我這邊有沒有class被咬住 它沒有被release 所以當我的web application re-deploy多次 然後它都沒有去釋放 它的class loader 這個metaspace就會一直長大 一直長大 到最後就是auto memory 所以今天我們用NAT要用什麼 要用什麼方法去看 它有個功能去看duplicate 我從memory keep dump 我可以看到裡面的duplicate OK 然後我再從裡面去找 我要的答案 去推測我的 去測一些線索出來 那這為什麼會通常 為什麼會有duplicate 那通常就是剛才提到的 你的thread沒有關 這thread 可能是你寫的 可能是serve party Library自己開的 或者是 你的用到的一些Library 被jvm或是appserver咬住 這都有可能 好 那給各位很快看一下 我怎麼樣 我們怎麼樣meta 用NAT來做一些分析 好 好一樣啦 這個 左邊已經 這個thread已經auto memory 然後 再來 我們就要下一個 下個指令 首先 jps去看到說 我到 這個thread 他的pid是多少 直到pid之後 我用 下面這個指令 jmap的指令 來做dump hip 等下這些指令 後面都有 給各位參考 ok dump完之後 我就用 NAT來做分析 ok 那NAT分析呢 那我這邊要做的就是 選這個 duplicate class ok 左下角這邊有個duplicate class 選下去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很多duplicate 有很多class 他標示他有duplicate 那 基本上這邊太多了 那我關心的是什麼 就只有我自己寫的 或是我公司寫的class ok 所以怎麼找 上面這邊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你去做社區 直接打上 貴公司的 namespace 的名字 packaging name的名字 他就可以連絡到 ok 就可以看到 這是我寫的class 裡面 他被loading了 這些 這兩個class 被重複loading了4次 這合理嗎 不合理嗎 因為我的 我的web equation怎麼 deployee 他support他只會存留一次 他duplicate 就代表不正常 就代表不正常 那我們就 可以從這邊開始找線索 好 我的class 為什麼會 duplicate 不知道 這時候 然後呢 我首先就要找什麼 gc root 所以我利用paste to gc root 我先exclude所有的 等一下會提到java有很多有四種reference Strange fenton Strange weak Soft fenton reference 那通常 出問題最大的是 Strange reference Strange reference就是你普通寫程式 car a 等於new card a 就是 這個 a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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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 變數 這個變數 就是一個strung reference到這個 部件 所以最普 平常的就是strung reference 所以我們第一個 嫌疑犯 就是先看strung reference 所以我這邊 先exclude所有的fenton week strung reference 先把這些雜訊 去掉 去掉之後基本上就可以看到 他為什麼不會被release 原因就是這些東西咬住 那從這邊其實多多高 多少就看到了 跟log4z有關係 等下會跟講怎麼解 那再來 那你要看到裡面的內容要怎麼看 所以這邊 你可以點任何一個物件 然後去選 All going reference All going reference 我這個物件 用了哪些東西 用哪些其他的物件 我可以追下去看 看內容 有時候你們要 說一些 更進一步的run time的一些debug 比如說我這個 這個 這個程式為什麼用了這麼多記憶體 他下了什麼參數 那你甚至 你可以當你的 production的hip出來看 OK 那你可以知道這整個 memory裡面的內容 我這邊看到可以跟log4z有關係 OK 再下來 你也可以從這邊 另外一個方向 incline reference 我可以看到我用了哪些 我也可以看到 哪些人用了我 這是incline reference 好 那這要怎麼互相使用 等一下我會給各位做一個demo的範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利用 NAT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看duplic class 從duplic class裡面去找線索 然後這邊就可以看到 如果有duplic class的話 那你再把你們公司的class的package name打上去 上面可以看到說 你的公司的哪些package 有被duplic的 在這間的記憶體裡面 從裡面 開始去用 去找GC root 然後 看到說這個物件為什麼會被咬住 然後再從這個root裡面去看一些內容 這個物件裡面的 記憶體裡面的資料 然後去找一些線索 然後這是我們做分析的時候 可能會用到的一些觀念 一些 指令 還有剛才提到的一些 關鍵的一些 指令 好 再來 就是跟各位講一些實戰經驗 那我們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去解決 Auto memory 我們碰到哪些問題 那首先 先來個簡單的 Course OK 那Course 基本上 就剛才提到了 我利用 我們利用Toncat上面 重新restart log OK 上面就可以指明說 看到了 其實是 Course 你看到這個 JobWorker 這個就是 Course的一個thread 然後這邊 你看到StackTrace 你可以看到Course Simple Thread 這就是代表是Course的問題 所以這時候呢 怎麼辦 問了 就要問 城市設計師 最好的朋友 Google OK Course 為什麼會 關不掉 OK 那大概有找到幾個方向 首先 我在這個 Toncat 我在我 多加一個 Servorator的 一個Listener OK 在Context Detroit的時候 直接把它關掉 那這樣關 其實還關不掉 因為我們用了Spring 所以在Spring裡面 再加這個設定 Wait for job to complete and shut down 等於處 把它加上去 這個問題又解決 所以這個問題還算單純 下一個 Log4j2 OK Log4j2 大家也常常在使用 那一樣 第一個 Toncat re deploy 發現 看Log 這邊 Log的名稱就寫得很清楚 Log4j TF for schedule 2 這是Log4j2的問題 好 一樣 Google 那個 到Log4j2的官方網站 它裡面的FAQ就說 我怎麼樣 Shut down log4j2的 Shut down log4j2 它裡面就講說 你要放Log4j-web 這個dependency 好 很簡單嘛 講得很清楚很明瞭 那這個Log4j2web 它基本上 就是 在你這個web可以 shut down的時候 它會接手做一些 clean up的事情 但是我放了 沒有work Why 所以 第一個 是不是我設定錯了 Log4j web事實上沒有真的被啟動 那個那一段沒有真的被呼叫 clean resource的地方沒被呼叫 所以開始 先做什麼 Decompiler 其實這個 真的要做Decompiler 其實 open source有一個方便啦 他們大部分都有source code OK 那這個只是一個範例 那 JDGUI 它其實是一個蠻好用的工具 就是說 因為我有架檔的嘛 我直接點架檔 開右鍵 開啟它 我就可以看到裡面的內容 所有的class 那點個class 我就可以看到 看到source code 這個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 所以這時候一看呢 那看 這時候也要靠一些 程式設計師的直覺 或者是說 一些基礎 因為 你的 你的Log4j 或 應該說你的Log4j 應該說你的web4j 在shutdown的時候 要做某些事情 一定跟 Servalate Context Listen有關係 所以直接去找這個class 看到它 很好 它有寫log OK 那我是不是 我再加一段 在我Log4j的設定 加一段log 確定一下 它到底有沒有跑到這一段 好 所以我就直接 改我們Log4j的設定檔 加上這個package 然後說我要印出來 結果 印不出來 好 再來怎麼辦 是有蹊效啊 所以看一下它 它那個 那個class的log 那個sauce code 它裡面用的log 叫做Status Log Status Log 有點 奇妙 所以 Google了一下 所以Log4j的 API文件裡面就講 Status Log要放在 Configuration上面 有一個特殊的設定 所以這時候 改我的Log4j的設定檔 它不再是放在下面這邊 做Log的設定 直接在Status 加一個trace 因為它已經是Log的Log OK 所以把它放上去之後 很好 跑出來了 它真的有被抵所以 那理論上它應該被清掉啊 可是 整個Log往下跑 哇 罵髒話了 它又被啟動了 為什麼 當我的Log4j 它曾經被shutdown 然後到後面 它又被start 而且start OK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的Log4j 一直shutdown不掉的原因 這時候 怎麼辦 不知道原因啊 這個也很難找啊 Log4j 那shutdown Why 好 這時候我們還是用 Decompiler的精神 來 這是Log Contest 我知道 它寫Log是這一行 那我要知道的是什麼 誰 去呼叫的這一行 我要去把它找出來 怎麼做 這時候 回到Eclipse 用Ctrl Shift T Open Type 找到這個class Log Contest 如果我Web Replication 漏進來了嘛 我把這個class找出來 再來 我可以加斷點 把斷點加上去 Log4j 配Maven 它可以抓Source Call 我也可以加斷點 定義到我的斷點 然後 在Eclipse裡面 啟動Tonkey 在外面下Combin 去做shutdown 注意喔 不要這邊 把 按紅色的鍵直接shutdown 直接按紅色的鍵shutdown 它整個Tonkey馬上關掉 你看不到它關掉的過程 你要在外面下Combin 去做下當的動作 好 shutdown 跑跑跑 停了 它真的停到這一行 OK 那這邊 基本上就是StackTrace 我可以看到說 誰 一直呼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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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到他 然後又把他啟動起來 這時候在Trace 收拾call 叭叭叭叭叭叭 哎呦 重點出來了 Spring Spring的context clean up Listen OK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什麼 Log4j先shutdown shutdown完之後該Spring shutdown 他Spring下Done,他又要寫LOG 所以他又把LOG4J引擎就起來 OK 所以問題是LOG4J加Spring OK 這時候嘛 Keyword多了一個人 Spring 不再是LOG4J自己的問題 只是LOG4J加Spring的問題 Google 所以LOG4J的BUG出來了 他就裡面提到一個Problem 就是Initializing Order OK 所以這邊基本上裡面在講的就是說 你必須要讓你的LOG4J 是第一個被Initial 再去Initial其他的東西 另外在我們這範圍就是SpringContainer OK 所以在你Shutdown的時候一樣會用同樣的反序 SpringContainer先關掉 再關掉LOG4J 這才是我們要的順序 如果我們設定錯誤 Spring先Initial 再InitialLOG4J 那LOG4J再來先Shutdown 再來SpringShutdown 就把LOG4J帶起來 OK 所以這時候一樣回到LOG4J 的文件裡面 我們剛才提到了 我們把單獨的Webification放進來 這是所謂的Spring的3.0 再擺Spring的設定 才能讓你的執行的順序 如你想像的 OK 所以參考這個設定 把它設定上去 而且我要先Disable LOG4J的自動的Initialize 這邊的設定方式上面都有講 各位可以參考 所以LOG4J加Spring的文件中解決 開始做測試環境的壓力測試 Good But 好 這就是我們真的實際上面做壓力測試 那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Metaspace一直漲一直漲 我的Webification一直做 Poly OK 不要不要不要 到個時間點它會下降 很好 我覺得 嗯不錯 看來有希望 結果它又在跑跑跑跑 跑到這個時間點 Auto Memory 然後更奇怪的是 Auto Memory完之後 往上下一點 它又整個Memory清掉了 如果正常的 Metaspace OOM 它永遠不會清 即使我Auto Memory 這條線還是一直往下漲 如果這邊沒有關 可是現在這段時間很奇怪 我到這一點已經 Auto Memory 然後 這片畫在那邊 下一秒鐘 整個Metaspace往下降 Why 好 一樣 照步驟來 在這個時間點 把HeapDump Dump出來 一樣 Paste to GC Root 把Exclude 所有的Phantom Week Soft Reference 裡面 結果他只剩下他自己 他只剩下他自己 這代表什麼 我沒有 我應該要被清啊 在GC的時候 我應該要被清掉 因為我自己就是自己的GC Root 為什麼我沒有被清掉 難道我翻譯的那本書 是沒有用的嗎 好 這時候回頭看 這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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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回頭看 按GC Root 那他們都有自己的寫法 那最標準的或是最普通的寫法就是 Strong Reference OK 那這些Reference都有一些特殊的特性 那我們看一下文件 Wicked Reference 基本上 JVM認為他想要收他就自己回收 他不管你要不要用 這是Wicked Reference 所以 回頭 所以 Wicked Reference我基本上 就是Don't Care 這應該是沒問題 看文件是這樣講 Soft Reference 但是啊 一樣啊 Java API在裡面講 它 Guaranteed to To Being Cleared 跟Automemory Error 它 Guaranteed 那為什麼咧 所以是Phantom嗎 沒有 反正 有些掙扎 後來找到另外一篇 這是一個謊言 Not a lie OK 事實上 它跟另外一個參數有關係 在1.3 1.1之後 跟什麼 Soft Reference RUP Policy Cycle per millisecond per megabyte OK Anyway 簡單的講 它會根據 你的JVM 還剩下多少記憶體 來讓你多維持一段時間 所以假設我的JVM 還有 100 呃 還有10Mb OK 然後 它Default是 1000ms 它就會再維持 10秒鐘 所以 剛才可以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維持在那邊 該清的時候 不清 然後等到我真的 Auto Memory之後 它過了那個時間 才幫我清掉 所以 它還有一個 所以 關於Soft Reference 還有這個參數 要小心 那 Finten Reference 跟今天的沒有關係 那 它基本上就是 跟你要不要再去 Find Tune 這個 你的大物件的回收 有關係 那各位有需要再去參考 就好 那我們今天很快看 所以呢 我就回頭看那個Hip Dump 再來 因為我知道了 跟Week沒有關係 所以我就Escrew the Week Reference 一看 真的有Soft Reference 所以下一步 因為在測試環境 我要再做壓力測試 所以我就把它 加上這個參數代表說 不要保留了 真的不要保留了 OK 我就把這個時間設為0 然後再做壓力測試 沒有問題 所以Go Production 很高興 喔 還有10分 還有20分鐘是不是 沒關係 因為事情沒有那麼單純 幾天之後 唉 又有Auto Memory 一樣 Meta Space 所以咧 還是一樣嘛 除問題 這是另外一個replication 照樣處理 一看 還是一樣 七個 OK 為什麼有七個掛在上面 duplicate咧 再去看 咧 看這個past2繼續root 怎麼有一個Week HashMap 為什麼有Week HashMap咧 我們剛才不是提到 Week Reference 它是GC Garbage Collector 我會feel free 它想收就回收 我剛才講的 下的假設 不需要管它 難道是錯的嗎 難道它又是另外一個謊言嗎 OK 這時候換我誤解了它了 這時候我們回頭看 Java UT的Week HashMap的AP文件 它裡面就講得很清楚 Map嘛 Map有Key跟Value Key是Week Value是什麼 是Strong OK 然後它在裡面小心 你要小心喔 你的Value不要跟你的Key有關係 要不然它永遠也不會回收 OK 所以這時候回頭看 這一樣是Heap Dump 一樣嘛 出問題的是DF Cache DF Cache能夠被回收 我就能 我的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然後再去追 從 然後我從這個Week HashMap裡面去看 因為剛才提到 跟Key跟Value有關係 所以我看到這個HashMap Entry的Key跟Value各是什麼 Reference就是Key 所以它Key是一個ParaWeb的ClassLoader Value是某一個物件 X1NCE APA去X1NCE的某個物件 啪啪啪啪 可是它的ClassLoader 跟它就是這一個 所以事實證明了 Key跟Value是同一個 OK 所以難怪它不會被回收 好 So what 怎麼解決 好累 所以這個嘛 因為我們用了JXB 做XL的binding 做XL Cellation 所以第一個問題 JXB的MemoryLeak 一樣 Google Develop的好朋友 打下去 啪啪啪 等一下大概有提到 要加上這個 啪啪啪 設定上去 沒有用 沒有用 好下一個 好 那這一篇文章 這一篇文章 基本上它講了很多 也是跟Metaspace OON 相關的一些 issue 那裡面有特別提到 JXB的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事實上在JDK 1.6以後 就內附了 所以 你要想 所以它叫我要小心 是不是在我的 這個application裡面 有其他版本的 XER系 這是一個線索 所以回頭看我的 Metal Dependency 去找XER系 真的有一個 2.9.1在裡面 可是我可以拿掉它嗎 基本上我在測試環境 做了很多的測試 我不曉得它什麼時候 會被用到 所以我基本上 不太敢拿掉它 所以我再回頭看 這個DF Cache 它什麼時候被用到 從這個DF Cache 一樣 這個decompiler 因為它 它是看點 它的class這邊有寫到 Data Converter 所以從裡面 我可以找到這個class Ctrl-Shift-T找到class 然後因為是JVM的source code 所以source code 其實可以下載 不算decompiler 所以才蠻完全的 裡面就可以看到 它是deplicated 所以這代表什麼咧 所以我的假設是 XERCE是一個 是2008年發 所出現的 所以它是一個很久的 implementation 所以它那時候使用到的 這個deplicated上的API 所以 有可能拿掉 XERC MPL 可以解決 但是 我沒有test case 我不敢放 不敢隨便拿 所以我要小心求證 在還沒有測試驗證之前 誰知道 我拿掉這個class 我拿到這個JVM 如果我沒有在測試玩具驗證 它會不會有其他地方 出現class not found 不曉得 但是我在測試環境 我也不曉得reproduce 它什麼時候跑出來都不知道 怎麼做 怎麼做 所以我的plan 第一步 我還是要想辦法知道 DF-catch什麼時候被assess 然後才能準備test case 然後在DEV 利用這個test case 拿掉這個XERCE IMPL 然後用test case 然後去做驗證 所以現在問題在於 怎麼樣找到這個test case 好 所以再回到SourceCall 也幸好DF-catch去找一下 它被誰用 誰會呼叫的啊 哪個MASER會呼叫到它 只有一個MASER 只有這個MASER 也在同一個class 所以下一步 要知道在production 什麼時候會呼叫到 這個class的這個MASER 請問各位要怎麼做 它這個是看點上點API 我不太感動它 這時候只好看哪句 OK Grace & Tony OK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阿里巴巴 他們所開發的工具 OK 那開發者是這些 還滿有用的 為什麼叫Grace & Tony 因為前身是houseMD 他們也是另外一個團隊 開發的工具 那這個工具其實很好用 很好用 它真的可以在run time 不影響你run time 執行的環境下 去做一些檢測 做一些 trace 所以 我下載這個工具 指定我的 這個run time production 的tank 然後它有一個指令 stake 代表說 你只要執行到 這個class的這個MASER 它就把stake trace 印出來 哎呀 好啊 這個好 所以把它放上去 過了三天 欸 完全沒有東西 我指令下錯了嗎 OK 好 再仔細看 喔 原來 它其實這邊其實有跟你講 你下了那個指令之後 你所影響到的class 因為它其實會做一些binding 會幫你去做一些 動態的一些攔截 那 它偵測到 符合這個條件的class是0 MASER是0 所以完全沒有去攔截到 那再繼續找了一下 原來 因為它是看點上 就是 算是這邊internal的API 所以它有多加一些安全的保險 你要多加一個指令 options unsafe true OK 加上去之後 然後我再下這個指令 stake 我要的class 我要的MASER 不要 這邊就跟你講多 好 我看到有個class 有一個MASER 我會偵測 我會偵測 所以時間 隨著 沒過多久 大概半天 StakeTrace就出來了 這裡面StakeTrace 不用看 因為只有我們 Developer在看得懂 它在做什麼 那基本上 從這StakeTrace裡面 我就可以知道說 啊 它原來是在上傳這個檔案的時候 發生問題 所以這個 同樣的動作 我在測試環境再做一次 一樣 我也是用那個Grad and Tommy 去偵測 欸 真的也跑到這一行 好 這時候很放心啊 我在測試環境 把這個架檔拿掉 同樣的signal 再打一次 沒有問題 其他的test case 再打一次 沒有問題 喔 然後 go production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很快來做個sumrise 今天跟各位介紹了 什麼是metaspace 怎麼樣去做monitor 然後怎麼樣去分析 解決一些問題 然後重點是一些 欸 你可能不只是 這些技巧 你可能不只是在解查 metaspace error 或是automemory error 你怎麼樣去 因為我們跟很多 我們現在用很多的 sertparty open source code 那你碰到他們 這些東西在你的程式碼裡面 你怎麼樣跟它共生 你怎麼樣跟它一起解決問題 它有問題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解決 你怎麼樣去monitor它 而且你怎麼樣在 production的時候 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另外還有一個 從這一次我也學到了 soft reference week reference 這些 比較 美美咖咖的東西 好 所以這邊是一些 我這邊有用到tool 那同影片應該到最後會提供給大家 那這些是一些reference的文件 OK 那最後 對 一樣 我希望這句話我也很喜歡 If you want to jump down right 還有professional OK 我當然希望我也是 我能夠變成一個professional 然後來很professional解決一些問題 那另外一個 我也是希望 我們要hire professional OK B公司 文業科技 台灣第二大全球第四大 聯誼業額超過大概兩三千億 現在還是每年還是 算位數成長的一家公司 OK 請大家有興趣的時候 來透個履歷 好 謝謝各位 好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沒有問題 反正等一下我會在外面 有問題就隨時找我 或是用email聯絡我 好 謝謝各位 謝謝